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选在下午2点22分 是希望所有的台湾选民 台湾人民在2020年1月11号 2020头2号 第二个 当家不闹事 我从来没有要闹事 路线都不一样 各自表述自己的想法 这批罢喊的心中有鬼 为什么过完春节 还没有到端午节 2019年就开始急着要罢免 告诉司司长 中央党部的确是也很困难 因为中央党部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确是 财政上是相当的困难 我们就是完完全全打一场 资源不对称的战争 这叫乞丐与王子的战斗 王子是谁 是民进党 每天吃香喝辣的来打选战 用国家的资源铺天盖地 也可以用纳税人的钱来养网军 这是一场乞丐与王子的选举 我非常的清楚 中央党部如果没有给任何经费 那我们就自己咬紧牙根 然后用比较少的资源 来打这一场选战 他现在参选总统 40%的时间都在拜访公庙 还在领薪水 还是用总统的职务 国家的资源在打这场选战 我从10月16号请假 我就讲过薪水我不能领 因为我在打选举 打总统大选 我们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的 他为什么要一直不停地来污蔑呢 蔡英文总统应该 很明确告诉国人 他选总统连任 他可以请假 不理鸡嘴 他就没话讲 每天都在跑选举 然后还要指责我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夸张 蔡英文总统民进党是 做贼的喊抓贼 你看看大阪处的苏处长的死亡 是活活被网军给逼死 所以杨慧如应该勇敢地 出来做污点证人 全台湾人民拜托 大家一起来找杨慧如 人在哪里 见到他 就劝他做污点证人 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 这个对台湾的现在 与未来的政治风气 有巨大的贡献 如果他继续躲藏 然后避不露面 也不愿意做污点证人 那么剩下其他的网军 继续在网军上霸凌 造谣抹黑 对台湾民主的伤害 非常的巨大 蔡英文总统摸着良心说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网军的事情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政府用国家的资源 在养网军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政府养的网军 去攻击政治的对手 请蔡英文总统 勇敢地说出来 不要吞吞吐吐 不要支支吾吾 来一个不认识 然后现在想切割 民进党要开除杨慧如的党籍 用这种不入流的方式 划清界限 撇清关系 蔡英文总统 大声勇敢地说出来 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杨慧如